講完桃園 新竹也不平靜 新竹市 新竹縣 好 新竹縣的楊文科縣長 因為他這個風采這個公司 有一個建案 造成八次的天坑 他八次 我為什麼服了 怎麼會他八次 沒辦法 想辦法 他一次 兩次 我如果是建設我就很緊張 要去把它弄好 他的八次 一讓TESLA還被吃進去 楊文科因為是縣長 就跟他的老闆有溝通 檢察官是說他聯絡了33次 聯絡33次 我是不知道33什麼意思 比如說通個電話 或者大家開會 反正就是檢察官一定講很多 33次 但是有幾次是比較有爭議的 在他家 在縣府辦公室 然後在喜萊登的總統套房 沒事 你跑到總統套房幹什麼 所以一定要避 尤其官員 官員大夫無四交 當官員一定要記住這點 大夫無四交 跟商人一定要維持一定的距離 好 那楊文科就說 我一毛也沒拿他的 為什麼檢察官說 我圖利他2.5億 檢察官怎麼算的 就是說這個工程 因為這邊偷工減料 連續幣通婚減料 什麼鋼糧通婚減料 你省了 偷了比如說1億8千萬的料 然後不應該復工的 你給他復工了 譬如說幾十天 一天算 一百二十天 一天算多少錢 七八千萬 加起來2.5億說 獨立 而且要吐出來 建商要把這個錢吐出來 國民黨當然有質疑 說這個起訴時機很怪 怎麼鄭文燦一壓 楊文科就被起訴 不過他是獨立 並不是貪毒罪的 所以復利又到二審 二審才會停止 不過那個時候他任期也滿了 檢方是罵他說 他讓了建商胡作非為 罔顧人民的性命 另外而且說他帶建商如上賓 視百姓如草芥 這話講很重 說楊文科說虛偽亂講 我沒說 我哪有這樣 我沒有這樣子 另外林芝廟下個月會宣判 朱立 林說我相信他們的清白 另外因為朱立 林挺楊文科 說他沒有收賄 因為楊文科過去的風評真的不錯 我聽到的風評不錯 他在竹科從基層幹起 所以竹科管理局的長官 都說很好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事情 有可能是被冤枉 有可能人會變 都有可能 羅庭偉就說 有沒有源於律己 對不對 為什麼要講說他沒收賄 你怎麼知道他沒收賄 我們應該檢討 所以有人反對 柯文哲是說 因為人家說鄭文燦以後的下個 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說 你為什麼不辦 你只辦高宏安 為什麼辦李俊毅 高宏安的立法院的助理團隊 都從李俊毅那邊來的 李俊毅的時候就有這個供給金制度 結果為什麼到現在只查辦高宏安 顯然有雙重標準 我們看一下 國民黨新竹縣長楊文科捲入天坑案 被依貪污罪起訴 綠營喊著要藍營高標準 畢竟鄭文燦涉攤 藍營攻得很用力 完全不同的案子 我再一次強調 國民黨安考機會表示 楊文科還沒被判決 也沒有被羈押 所以免停權 黨章35條 一審有罪才停權 而民進黨原本是判決才停權 但蔡案連政會加重罰 改的跟藍的一樣 羈押就停權 除了楊文科 同樣有案再生的林茲廟 主席一樣用力挺 我對林茲廟現場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我沒做外事啊 所以我將院司法會環保清白啊 不過黨內有人沒信心 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 都應該同一套標準 我想既然 國民黨當時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我想這個時候十幾點 我們也應該要檢討 當時我們這麼言語待人 我們也應該言語立即 所以說鄭文燦 綠營切得很優快 本人也自行請辭 但楊文科是民選 海基會是官派 還是有點不一樣 楊文科的案子 我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說其實我看 檢方的起訴書 寫得非常的詳細 什麼時候開會 然後在會議之中的時候 建商這邊怎麼樣去偷工減料 然後他們如何的讓他通過 然後還牽涉到楊文科 去給他施壓 然後在喜萊登開會等等之類的 可是他非常奇怪的就是說 楊文科跟建商之間 如果說他這麼替建商護航 為什麼到現在這個工程 他其實還是在停工階段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中間沒有建立起 對價關係 然後檢方就說 他在他的辦公室 在他的住家 查到現金還有一些金事 我真的也覺得 看起來這是 真的我有點不好意思 我家的金事都比他多 就是我們是一個很傳統的 我們是一個很傳統的家庭 然後所以在什麼 結婚的時候或什麼 都有很多的金事 我看楊文科 楊文科他被算起來那些金事 就沒有多少錢 就是說如果說是 就是這麼一點點的保利 然後就如同檢方所計算下來的 有2.5億 你去圖利他 顯然是不成比例 所以我覺得這點是很奇怪 可是他的公務處長 顯然是有 1000多萬 對 顯然是有問題的 他有1000多萬還不打緊 他是奇怪的是 他為什麼會有個寶藏圖 藏很多地方 對 他藏好多地方 他太太的地方 他怕他忘了 什麼車上 水管 然後什麼 他大概就是要畫起來那個圖 變成他自己忘了藏在哪裡了 所以這個是非常的奇怪 就是如果說他這個是在 藏他自己的私房錢嗎 好像也說不過去 可是就總額來講 一個這麼大的 對檢方認定的2.5億的 你也不過才圖利1000多萬 這也是很奇怪 這不太合 我覺得這個怪怪的 就是說我本來看起訴說 我會以為他收了很多錢 楊文科 後來說 因為他說他藏很多現金 我一看他加起來才幾十萬而已 你不要說一個現場 因為一般老百姓 加起來辦公室 家裡 這裡 那裡 有幾十萬也還好 當時調查的時候 交保才50萬交保 如果不法所得2點多億 交保50萬 那鄭文柴那個不法所得 是要幾十億 他不是不法所得 他沒有所謂 他是對方 徒利對方 可是檢察官新聞稿 用不法所得來講 公務員最怕徒利罪 到底我要放 我可以寬一點 我也可以嚴一點 我對著要寬還是嚴 照理講 人在跟我們好修行 應該與人為善 但你一寬 到時候人家說你徒利 就很麻煩 蘭玉銘 而且我覺得他這個 檢方的算法也好奇怪 我真的是很少看到 檢方有用這樣子的算法 來說你徒利 而且沒錯 他的新聞稿上面寫不法所得 所以我一看到的時候 又嚇一跳 這個二疊 這不是他的所得 我覺得 因為就是檢方這個新聞稿 他沒有寫清楚 所以有的沒寫下標 就是說他其實是貪污 而且還說 鄭文柴五百萬都押了 他兩億五為什麼不押 他兩億五為什麼不押 這個就差很多 所以剛剛提到兩億五 他那個算法是有點怪異 就是說這一個廠商 他偷工減料 他說偷工減料是1.7億 然後他的那個曾經讓他復工 是6千多萬 然後就是說全部都算陽文科的 就是你徒利他2.5億 那這樣的算法 是可以經得起檢視 這個有討論的空間 那我只能說其實執政 他其實是都是非常困難 就是說在你縣府或市府任內 出問題的廠商 你要不要解決 陽文科就遇到這個問題 前來這個廠商有問題 那你作為縣政府 你要不要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他還涉及到那麼多住戶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 想辦法去改善這個狀況 讓他變成是一個安全的建築 因為那些住戶都買了 現在那些住戶都組成自救會 他想說完了 我今天遇到這個 這個房子我到底還住不住 那作為縣府他要不要解決 那你在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 你要經典去檢驗 就是剛剛趙大哥講得很好 就是工部門的官員 你談任何事情 你就應該要公開透明 就在辦公室談就好了 對 你要變成是一個會議 而且做成會議紀錄 那你這個就是真的是 按照SOP在解決問題 但是一旦你約到這種 很偏僻的地方 或者是讓人家覺得 可以非議的地方 即使你談的是正事 都會變成是被猜疑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當中 當然這個整個縣府在處理 我覺得還有檢討的空間 但是一下子就說 楊文科一定是貪污 這樣的結論 好像也下得太早了 就算是否則 不大 非常剛好 精卻 那就是 那就是 真的